东海市被青山碧海所环绕,周边自然景观秀丽,徒步穿越茂密的树林,或在海上欣赏美景。 这是一个能同时享受到海洋和陆地之美的旅游圣地。 从首尔到东海,驱车约需三个小时。 东海市最引以为豪的地方就是秋檐海岸,这里满是由海涛和海风雕琢出的奇岩怪石。 其中,灯展岩最为有名。 海风浪涛加上岁月成就了这形态独特的灯展岩。 在东海市还有一列沿海岸线穿行的特别列车呢,车厢内和一般的列车有很大的不同, 座位都面向大海,方便乘客观赏海景。 出发没多久,东海汹涌的波涛,宽阔的白沙滩便展现在我们的面前。 在东海市附近的山间,还隐藏着一处休闲圣地,这就是五陵C谷。 五陵C谷里有轻烈的溪水和茂密的山林,这里是萧水的圣地。 C谷从龙丘瀑布开始,一直延伸到虎岩灶,全程约四公里。 五陵C谷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些巨石,来旅行的学生们玩得正开心的。 从轻松地散步到徒步旅行,这里有多种段的活动路线, 茂密的树林,清凉的溪水,行走与期间,凡热顿时不见踪影。 悦耳的流水声,还有那清涅的溪水, 五陵桃源,神仙之乡,蛇子和群。